六四泥 你被我抓三道 這邊會過嗎 我看是不會過 皮膚有黑 連過六十的老先生 連警方都熟到會打招呼 因為這已經是他15天以來 連續酒駕被抓到的第三次 這邊會過嗎 這邊會過嗎 可以嗎 會過嗎 不會過嗎 可以 要測一下 這十天來刺激茶道 你啦 這到連警察執行酒車的吹吐 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因為真的很不可思議 怎麼會又逮到了他 這名老先生 平時在新莊建築工地當臨時工 為了提神常會喝保利打鼻 每天最少都會喝一瓶 2月1號從台北橋要回社子住家 就被保大員警抓到 沒想到10號又再度 在同個地點被攔了下來 酒車值高達0.62 後來改走重陽橋還是被逮 而且半個月內 就被同個警網三度查獲 他為了要避開警方的查契 他就請他的朋友 帶他繞遠路 想要說逃避這個警方的查契 結果沒想到在不同的地點 還是又被我們這個 同一組的警網人員查獲到 連續酒駕不但會加重刑責 還得面臨牢獄之災 老先生講不聽 老師酒駕被抓 連員警熟到都會打招呼 讓人哭笑不得 記者黃智台北參謀導